10萬人提名選特首,愛國愛港,一定有 什麼事這麼熱鬧呢?一眾泛民都抱頭 之前不是24個民主派議員 昨天宣布成立真普選聯盟 召集人就由鄭宇石做 他們說不排除參加佔領中環 人力三指就說要開執委會 和黨團會之後才考慮是否加入 我們不能夠說 甲團體為何你沒有問他 粵團體為何沒有問他 我們這是很開放的平台 我們歡迎和關心這件事的團體 大家就合作一齊討論問題 聯盟每個星期都會開會 下個星期四勾待工作終止和計劃 成立聯盟都對的 因為要爭取真普選時日無多 梁家傑說只有真普選選出來的特首 才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 他還提出一個真正的普選方案 遲些交去真普選聯盟 十萬名香港人提名了一個 某軍 這個提名委員會 必須要提名某軍 這個都是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的 不過你的程序 就給香港人有四 他的計劃 約過2017特首選舉 是有提名委員會內部預選 民主派根本無可能入閘 他說十萬個提名的建議 完全符合基本法45條的要求 即是特首由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他還說千多人的提名委員會 來到去提名 還要由他們經過一個預選西緣之後 他們選完再讓你選 那你的票有沒有意義呢 不過那些左派經常說 選出的特首要愛國愛港 為了爭取真普選 梁家傑或公民黨願意推動佔領中環 下星期四會與大耀藤見面 談談行動細節